好今天點了這個 這個新的 哇好大一個喔 超大一個 欸這個結果不是雞腿欸 是絆雞欸 對 它結果是絆雞欸 對還不錯 兩百 兩百五 兩百五 對兩百五 這個是我們今天的晚餐好不好 老婆當然點了一個這個 絆雞 我們一直以為它是小雞腿 啊不是大雞腿 然後搭配炒飯這樣 結果看起來因為它有翅膀 只有把頭舉掉而已 所以它是絆雞 絆雞 對 好小一隻喔 跟那個Costco的那個烤雞的大小 好像比較類似 對 然後另外我還有點了一個 肉球 其實我很喜歡吃這個 牛肉丸喔 肉丸 那這肉丸我自己是蠻喜歡吃的 這次我點了一個大份的 就沒有另外點七家東西了 再來是點咖啡 咖啡是我第一次在IKEA喝 從來沒有喝過 不知道好不好喝 然後它的拿鐵是有代幣 所以我就 沒有喝拿鐵 我喝一般的這個 有機咖啡 等一下來喝一下看看 好 好 現在 妹妹的炒飯 妹妹不喜歡吃豆豆嗎 不喜歡吃豆豆飯 三色豆嗎 可是它蠻試貨的啊 因為三色豆好像大家都蠻討厭 它是綠色都不喜歡 可是說真的我會吃三色豆 而且我小時候蠻喜歡吃的 真的喔 在牛排上面喝 所以營養午餐也會有啊 那個學校的營養午餐 我也覺得是蠻喜歡吃的 好 我要來吃我的 我的肉丸 妹妹的炒飯 好 先吃一下肉丸喔 熟悉的味道 然後我這個喜歡蘸超多的 這個不知道可不可以加加多一點 我喜歡這個的味道 甜甜的 你不喜歡這個喔 你比較喜歡炒飯的嗎 他喜歡肉 不知道怎麼切 媽媽會切 媽媽會切 媽媽會啦 媽媽會啦 媽媽很厲害 謝謝嗎 謝謝 妹妹有幫他取個名字叫皮肉肉 皮肉肉 對 白皮的雞肉就叫皮肉肉 對不對 妹妹吃吃看看 看看好不好吃 嗯 嗯 好吃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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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冷的還好吃 比什麼還好吃 比冷的皮肉肉還好吃 喔 所以他喜歡吃熱的 對 那叫鹹水雞 在家裡買的那個 欸 也不算吧 那個就是白斬雞啊 對白斬雞 在市場買的 冷的那一種 好 對 所以他喜歡吃熱的 你看這個他就可以吐 喔 好棒 而且妹妹有一個很奇怪的習慣 什麼習慣 他就是 在外面都可以自己吃 在家裡就是不願意自己吃 喔 其實有時候也會啦 好吃嗎 嗯 那個肉肉好吃嗎 好吃喔 好吃 那媽媽來吃吃看味道怎麼樣好了 好 然後再選一個 就是這邊 看起來好像還可以 還可以啊 對 只是說這種的都比較怕他 肉會有點柴 那我這邊選雞腿的應該是還好 油脂比較多 還不錯 還不錯 只是他可能這一隻都沒有到很舒服 他的調味會很重嗎 嗯 加一點胡椒粉 可能會更香 所以他調味會算偏淡就對了 對 那小朋友吃剛好 反正在切的時候 下面那個油脂都跑出來 滿油的啊 對 可是有點油的雞腿 吃起來會比較香一點 對 比較好吃 媽媽給我 給你吃啊 對 要給你很多 爸爸今天吃這個 然後你吃這個 媽媽吃那個 爸爸好像太客氣了一點 爸爸先喝一下咖啡好了 我看得到 我看得到 這咖啡 我覺得有點變酸 看得到是黑咖啡喔 嗯 黑咖啡 然後是變酸的 他的那個拿鐵的話是 另外要跟他用一杯帶冰 然後只能夠一支一杯這樣 所以 黑咖啡可以續杯 無限續杯 無限續杯 然後拿鐵的話是 哦 妹妹在搗蛋了 妹妹在搗蛋了 他就是要叫你拍他啦 真的嗎 對 吸引你故意 好 我們先來看一下老婆她很吃 妳吃一個帶筆的 哇 這看起來不錯 最好吃的一包 酥酥的一包 還不錯 蠻好吃的 他的筆有一點QQ的 可是我覺得他其實分量有點大 還好啊 你看他其實雞翅有點小 真的嗎 因為有點小 我是覺得分量蠻大的 因為他的飯啊 還有雞肉的肉的量 應該看起來都蠻大的 一個人吃會飽啊 一個人會吃應該會撐 呵呵呵 因為我們現在這種 半老頭狀態 這個不可以吃 這只是旗子而已 這個是裝飾 他們是瑞典的 駅仔 所以這是瑞典國旗 這是國旗喔 這是國旗喔 瑞典的國旗 啊這個可以吃啊 這個可以吃 你要不要吃吃看 這個是 薯條 那個馬鈴薯的薯條 的那個薯泥 你要吃吃看嗎 有一點像 可是它不是冰的 它就是薯條裡面的東西 好吃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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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要再來吃這個了 而且吃醬 爸爸 那就可以拿起來 打入 上面 你要吃吃看嗎 我贊給你 肉丸最好吃的 腳架 爸爸 因為它的腳架可以用的 對啊 可以用啊 薯泥 我是覺得這大分的 就可以吃很棒 所以我就沒有另外一個 可以別動 它現在有 24 6 8 12 13 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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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15 15 15 暈壹 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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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表現要是比較淡一點 不過肉不會柴 肉真的不會柴 烤的剛剛好 而且肉質很軟 好特別喔 老實說Costco的我覺得那個烤雞稍微柴一點 尤其是雞胸的部分 我來沾一點那個豆乳醬 是嗎?是豆乳嗎? 對啊 你看有吃喔 我沒有吃 沾一點醬的感覺 是豆乳嗎? 對 因為它的名字就是 不是嗎? 不是 好像金桔醬 對,有一點點酸酸的 但是它的名字不是叫什麼 鹽雞 我覺得有一點酸酸的味道 有點像荊棘還是檸檬之類的 它不是一般豆乳 不是那種味道 不是那種死鹹的豆乳 反正 它味道會把整個肉的甜味再拉出來 有一點鹹鹹的感覺 你沒有的糖糖 你要吃這個嗎? 你沒有要自己吃飯啊 好 你要不要紅蘿蔔 紅蘿蔔好吃耶 來一口吧 而且這紅蘿蔔很可愛 那你要不要吃花椰菜 它最害怕的 花椰菜最棒 花椰菜最棒 來一口吧 好壞喔 好壞喔 都錄起來了喔 被錄到了喔 好啦 那我們就來好好用餐啦 好不好 享用今天的伊基亞晚餐 拜拜 拜拜